OK的大家好,我是王狗 畫 它可以記錄我們生活 一直到我們人內心深層的情緒世界 那歷史上呢有非常多的名畫 有一些是因為畫得很好 有一些是因為他背後的故事 那也有一些呢是因為受到了詛咒 才因而知名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這世界上三幅非常著名受到詛咒的畫作 第一幅呢就是這個 哭泣的男孩 那這個男孩呢其實 外表看上去非常的一般 就是一個小孩 也是長很可愛可愛的 但你們知道這個畫 其實他背後也非常真實 而且恐怖的故事嘛 在1985年的英格蘭 爆發了一場奇怪的火災 這個房屋都被燒毀 卻只有這幅畫 被完好如初的在大樓中爆出 更離奇的是 之後陸續有相關50場類似的火災 都發現了現場有著這樣子的一幅畫 你們可以看到這個1985年 英國太陽報的報導 這個報導呢就是在描述我剛剛所說的 這一幅畫的故事 那其實這一幅畫呢 它一共有65的系列 全部都是同一個小男孩 重點是這65幅 有人把製作成平板 超過5萬份在英國的各個家庭流傳 所以啊 這些火災的事情爆發後 就引起了很多民眾的反彈 一開始有人發起 燒毀 哭泣來畫作的這個活動 避免自己的家庭發生類似的 奇怪火災 講到這裡大家應該很好奇 到底是什麼樣的魔力 什麼樣的詛咒 才會讓著無腕苦化 產生了這些 好像走到哪 哪裡就會失火的狀況吧 其實這一名畫作中的男孩 他的名字叫做 Dumberino 他是一名孤兒 他的家庭被一場大火燒毀 那他是這場大火裡面唯一的幸存者 從這個時候開始 這一名男孩不論被損擾到哪裡 那個地方都會發生火災 也因此當地的牧師稱他為 魔鬼的孩子 從此之後呢 這一名Dumberino 他不管走到哪裡 都像過界老鼠一樣 人人很大 沒有人想要讓他停留在自己的屋子前面 多任何一秒 那Dumberino呢 畢竟也是個小孩而已嘛 從此之後只能一淚洗面 難過的過著每一天 那這個時候有一名善性的畫家 他的名字叫做 Madeus 他出於同情 不聽牧師的勸告 受留了這一名魔鬼的孩子 因為他是畫家嘛 就開始幫他畫了 各式各樣的肖像畫 但這名Dumberino 他不管怎麼樣 都開心不起來 裡面可以看到 雖然都是不同的角度 但是表情 都是一貫的憂傷 而且哭泣 那這名Madeus 跟Dumberino 惡魔的孩子 他們兩個 相處的時間 並不長 因為在某一次 Madeus回家的時候 家裡發生了大戶 所有的東西都被燒毀 包含他的工作室 那Madeus 才想起牧師的警告 立刻把 這名惡魔的男孩 給趕出了家門 之後呢 這名男孩 他就從此就消失在這個城市裡 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了 直到1976年 巴塞隆納的郊外 有發生一場大火 警方到達現場 發現汽車貼在牆上 整個都被燒得非常的焦黑 那屍體的死傷也非常的 慘不忍睹 警方就開始檢查裡面的物品 結果離奇的發現 裡面的手提箱 竟然有一張身份證 而身份證上面的名字 正是 那名惡魔的男孩 Dumberino 對 沒錯 我說到這裡大家可能想說 聽起來就像是一個很9月以前的故事 但你們看一下這一個 其實在2016年 也就是3年前而已 西亞圖市的一場太平衡拍賣會上 仍然有當時 5萬幅其中一幅哭泣的男孩畫作 在上面拍賣 衣服的價格 也被大家呼吸才600到800美金而已 其實如果以我們現實層面來講 算一算機票加住宿 還可以去玩個一個禮拜 再帶這幅畫回家 十萬台幣也不需要 所以是不是其實這幅畫 根本就離我們非常近的感覺呢 今天要介紹的第二幅這個呢 是Leroy夫人的肖像畫 它跟剛剛那個男孩一樣 背後都有著非常奇怪的神秘色彩 在西元1815年 有一名叫做Leroy夫人 他居住在新澳兩皇家街 409號的一棟豪宅裡 Leroy夫人擁有一個這樣的豪宅 又加上裡面有 用不完的奴婢 租不完的財產 其實啊 他在當時 就算是一個地位非常崇高的社交名媛 對你們可以看到這個豪宅 現在還是保存的完好如初 那他有一幅他最喜歡的畫作 也就是你們看到這一幅 Leroy夫人的小小畫 那這幅畫為什麼要被詛咒呢 這就要講到 西元1830年的時候 大家 把他的印象 從社會名媛 變成連換殺人犯的那一年 當時有一場大火 燒毀了Leroy夫人的豪宅 救援人員進去救火的時候 意外的發現 裡面竟然有一名 70歲的黑人努幣 腳牌被綁在火爐的旁邊 經過警方一問 他們才發現 原來這名黑人努幣 是被Leroy夫人長期綁在這個地方 因為試圖想要用火爐輕生 所以才釀成了這一場大火災 這名黑人努幣也進一步的透露了 其實有很多其他的黑人努幣 都被Leroy夫人帶到三樓的房間後 就再也沒有下來過了 警方就開始一一的調查 才發現原來這名Leroy夫人 是一名瘋狂的虐待狂 他曾經用鞭子 驅趕過一個12歲的黑人小牛逼 逼著他狗急跳牆 從窗戶跳下去而摔死了 那警方也意外的發現 方部裡面有一個隱密的酷刑室 裡面有很多黑人努幣的屍體 同時被綁著尖刺 甚至是身體有趣的形狀 被綁在那個酷刑室裡面 更例的法子的是 Leroy夫人 他的前兩人丈夫失蹤的案件 似乎也都看到他這些變態的險境 脫離不了關係 而這一名Leroy夫人呢 被社會唾棄 讓他灌上連環殺人犯的稱號之後 沒多久 他就心臟病發而過世了 那後續這間房子就陸續被用來作為 公立高中、醫院學院、公寓、避難所等等 可是呢 靈異事件卻很沉出不窮 直到有一天 屋子裡面的學生 無意間發現了 這一幅Leroy夫人的話 就在這個屋子的地下室裡 那大家靠近的時候 感覺到這一幅畫 有一股非常奇怪的磁場 所以索性就把它丟棄 而這些靈異傳聞 也才漸漸的消失 所以就有人傳聞說 一定是Leroy夫人的靈魂 住在這一幅畫 不希望任何人來打擾他 那雖然到了現今 你們可以看到 這個房子 看起來非常的正常 而且也被一家金融公司給收購 想要拿來自產破例 但是真正的那一幅恐怖的Leroy夫人的畫作 至今仍然不知道在社會的哪裡有穿著 那第三幅呢是這個 the angry man 意思是一個痛苦的人 你們覺得這個畫看起來很像 佛蒂摩啊 或者是臉被燒傷那種鳥們的角色 但你們知道這幅畫 它最大的特點 並不是它畫出來的樣子 而是它的顏料 是用一名老奶奶 它自己的血而做成的 這名老奶奶呢 在完成這幅畫之後 它就自殺的去死 那這幅畫就是傳聞 你在夜深冷靜的時候 盯著他看 就會看到這幅畫的人 發出欺凌的殘叫聲 所以你們等一下有空的時候 可以盯著他看一下 到底有沒有 那這幅畫 跟前面兩幅筆了 它的年代又更近了一些 但是在2011年的時候 有一名美國的中年男子 他說 他剛在他家中的地窖 發現這幅畫的時候 就開始發生了許多的靈異事件 比如說家中狗 會對話木魚亂叫 或者是家中 會突然傳出性命的牽叫聲 或者他在睡覺睡一睡的時候 會突然看到降落 有一名高大的中年男子的黑影 等等的一些靈異現象 所以呢 他為了驗證與觀察 他就把攝影機 加在這個畫的旁邊 想要觀察看看 會不會發生什麼事 挺像我會幹的事 那我就在這裡給你們播放 這是他當時錄下來的畫面 我會錄像 我會錄像它 約8小時 看看我們可以看到 一些的活動 你可以看到 一些的畫面 開始開始 發生了 它還在它的原本 層面 所以我會錄像 錄像機器 留下它 約8小時 I'll leave the light on I'll leave the light on 可以看到剛剛那個畫的門突然被關閉 甚至是房間內發出奇怪的聲音 真不真實我們其實是看不出來 但是那名屋主呢 他說自從他錄到這些畫面之後 他快要嚇死 然後就把這個畫一塵封在地窖裡 就再也沒有發生過其他離異事件了 更酷的是這幅畫 因為他的這個影片呢 開始有人出家購買 甚至是出到一萬眼睛的有大有人在 世界真的是無其不由啊 但是說到這個我還是要跟大家說 我們可以抱著觀察的心態 去看這些事情 但是不要過度的迷信 像比如說低福 估計人拿來畫作 他其實也有一些合理的解釋 有人說他永遠不會被燒鬼 是因為畫是用特殊的材質去做的 而那個英國的太陽報 他是為了提升知名度 才做出假報告等等的說法 那我覺得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 我們對於任何的事情 都要抱持這種客觀的態度 因為有的時候 人家可不好被用使用目的的 又或者是人家其實是無意的 你卻主觀的誤會了他 而同時我們探索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自己也要非常小心 畢竟有的是 我們是互犯阿捏的 對吧 OK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分享的喜歡 謝謝老師朋友 GO 我們下次見 掰